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接着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 多元经营中保集团的中心保全系统整合处处长 邓金中处长请您上台 欢迎邓处长跟大家分享智慧公宅 无人机还有智慧家庭 欢迎您 社长 市长 还有那个市长们 那个各位来宾大家好 中英保全在这个科技生活 由我定义这个主题来发挥 那中英保全其实在这个物联网的系统 我们在104年就进军物联网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营运 我们是在104年上线 那我们将有线进阶到无线的这一个阶段 其实是过程蛮艰辛的 因为在无线系统的这一个安防 安控智慧家庭的应用领域里面 其实中英保全是走在第一个起始这个服务的 那在创新这个服务的部分 我们将这个整个智慧城市里面 刚刚提到的这些的议题里面 包含的一个交通 照护 还有一个我们居家的一个社区 智慧建筑 这一些东西把它整合在里面 接下来下个阶段的部分 我们希望当然是从家庭走到这一个社区 社区走到城市 那在这几个面向的其实中英保全 我接下来后面叙述的案例就是 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一些的范畴里面 我们都已经开始涉略到了 那包含刚刚郑董或者是市长 这边提到的一些构思跟想法 我们怎么去执行它 在整个IoT的部分 我们在无线系统的部分 当然分成感知层 网路层跟应用层 在应用场域就从家里到这个城市里面 那在这一个感知层的部分 其实我这边有一个数据 中英保全104年到现在 我们的家庭这个使用户已经到4万多户了 就是使用无线的这个物联网的一个系统 那每天进来我们的中央伺服器的一个数据资料 达7000万笔 7000万笔 是每日7000万笔 那整个物联网的设施感知器 在外面这一个感知器的部件 我们在现在目前在台湾里面部件了74万个 就是有无线感知器部件了74万 所以这每天的资料交换量非常大 我们藉由这些数据资料 我们想要获得什么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一些的感知设施 最基础的电力 它都是吃无线的 所以它必须靠电池 我们知道可以预先知道说 我何时应该排我的这个行程跟进度 去更换这些电池 做好一个基础的一个感知器 可以发挥的一个服务 另外一个 我可以知道整个感知器的运作 知道民众开窗 开门 关窗的习惯 我可以知道何时我要去拜访 或许你们觉得这个是有点侵犯隐私 但是事实上它在物联网系统就是一个data的收集 那后面可不可以做很多应用 事实上是可以的 在智慧城市我们在上面都看到有个智慧 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智可能是技术 台湾掌握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技术 会呢在我们这边的定义是人性 我们必须有一个技术 使用好的技术 用在一个人性化的一个系统跟服务上面 那在这一个我们的整个最后运筹出来的一个结果里面 我们希望达到的是一个 以最精简的一个方式 达到一个最大的效益 就是我们常讲的 我们希望有一个最少的人力 最精简的一个设施 完成一个最一个优质的服务 智慧园区监控的一个辨识管理系统 其实讲园区感觉很大 其实我们每个地方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园区 只不过我们当然在这边讲的园区 是一个政府单位或者是工业区 这一个标的来去叙述它 在园区整个架构里面 这边看到是一个监视系统 一个辨识系统的一个架构图 我们将园区里面大概需要布防的一个摄影机 布建在路口 或布建在一些基础设施上面 这些摄影机它可以做很多的功能跟应用 另外一个 我们将这一个既有的一个通讯网路 未来可以发挥什么 我们可以跟 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是跟国家级的一个研究单位来做合作 我们可以做一些灾害的预防跟预警 那我们可以将这一个范围扩大 到国土的一个防范范围 这边可以看到在web的电子管理平台上面 我们这边在做的内容里面有即时监控 影像调阅 环境监控跟车牌辨识 下面可以看到一个树状图跟一个车轮图 这个图示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其实在台湾都有一个特色 台湾其实在监视系统的部件 在路口其实数量是非常高 我们可能只输英国而已 在这个数据上我们可以应用在 就刚刚中华正统这边 他们在我们其实我们用的网路 其实在路口用的网路就是中华电信的 其实大家这个就是一个企业间的策盟跟合作 因为它掌握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通讯资源 那我们掌握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服务系统 跟一个管制中心 那这一些设施如果都部件好了 其实就举例一个例子 就像高雄的气泡事件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这些路口的一个摄影机 机箱里面再加了一个所谓的空气盒子 刚刚提到的空气盒子品质监测 利用既有的这一些的通讯网路监控系统 搭配在一起应用 其实它才可以做一个叠加的效应 而不是在做个别的建设 智慧社区 在智慧社区其实它只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衍生 但是在社区里面 其实大家在住在一栋大楼里面 其实它其实有一些看不到的东西 我们或许无感 在目前这几个 目前政府在推社会公仔 其实社会公仔它目前其中一个强调 就是要有智慧两个字 那到底要智慧什么东西 那智慧化之后会有什么好处 它或许是智慧建筑 智慧建筑在布线上面 或者是在节能绿能的上面 它是一件硬体的事情 但回到这一个社区的一个民众上面的应用 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边可以看到一个智慧社区一个系统架构图 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 我们从进门的一个读卡 门禁系统 这些东西要不要一卡通 或者是要用你的识别的一个身份资料 它或许可以用脸型辨识 或者是用指纹辨识 这个是都可以选择的 但是这些data你必须把它汇集 汇集之后去做应用 这边可以看到从门口进来对讲 然后到你的梯间 到你的家里的门口 这里面一共至少要经过三道门 一道的电动关 就是所谓电梯的部分 你从你家的社区进到你家的家门 经过这么多的门 这些门你现在都带着钥匙 或许你可以装个电子锁 但是这些东西系统必须将它去做整合 那如何减少您的使用户 携带这些不必要的一些 所谓的卡片钥匙系统 那就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必须去做一个叠加跟一个整合 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叫做防灾 防灾其实目前我们在防灾部分 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居家防灾 一个是属于公共的防灾 公共防灾在地震预警 其实在社区地震预警的部分 目前我们并没有在推 但是我们希望未来社区的地震预警系统 是可以去布建的 目前我们在全台湾 大概布建了1200多所的学校 是已经完成了地震预警 另外我们在明年的年度 大概可以完成到3300所 那我们希望借由学校 在小朋友衍生到这个防灾教育里面 再影响到家里面 进行这个防灾教育整个一个联动 我们也会在这个社区里面 提供一些防灾的一个教育计划 比如说像从AED去着手 进行社区服务 让它会用AED使用AED 知道AED的好处 它的社区就会去建置AED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一种体验式的行销 跟一个服务 这边可以看到一个智慧社区 这一段其实是很重要的 当一个智慧社区里面 其实它有一个叫做设备管理系统 这设备管理系统可以看到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罗列非常多 你大概想的到都在这里面 只是它的数位化的程度 在目前我来讲我们是全面数位化了 只是看客户的一个选择加配而已 右边这是一个物业管理 你们社区里面都必须有一个 可能就是社区管理人员 它现在很多都是paper上的作业 其实是不需要的 未来就是靠我们的物业管理系统 将一边叫做警卫管理人员 安全管理这边做使用 这一个设备维护 右边这是一个现场的一个营运管理 未来如果在公宅的部分 它就必须有一个市府管理云 它其实是将各社区的data 再位到一个市府上面 那市府就知道 我何时应该知道说 这一个地方的设施设备 预示的没有去维护 我要通知我的设备商 而不是永远听着民众 来做一个申诉跟申告 这是一个智慧社区的一个 数位系统的一个架构图 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你从家里的门 从社区的大门 马路上第一道大门 进到社区的门 电梯这些东西 未来是不是要卡片 其实不一定的 刚刚有讲到一个叫做 电子钱包 你的手机既然已经变成 电子钱包 它也变成一个电子识别证 所以未来你的进出是手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